演唱的是,不是我应该去费心的地方 那你会支持周县长把他宪政演出? 我支持他一切的工作,造福民众的这些规划跟工程 工程,所有的事项呢,我们县府的团队跟大家一起努力 尤其要变成新北市的时候,我们会全力以赴 今天院长来不是来谈选举的 院长来实际上是关于捷运的部分 有人形容说昨天他们两个人互动是相敬如宾 看起来国民党问题还不少 的确我感觉也是相敬如宾 周县委县长的政绩似乎变成是国民党的盲场一样 割也不是,不割也不是 但是我觉得终究是要割的,只是怎么个割法 而且我觉得周县长也心知肚明 所以他现在公然用县政府的资源 来对抗国民党党中央的一致 这是目前台北县很多泛蓝基层的支持者 对周县长非常不谅解的一个地方 我简单回应一下沈医师刚才的批评跟指教 他说苏前院长老心宅宅 我从来不认为 我觉得他是忧心忡忡 他表面看起来老心宅宅 可是他心里是忧心忡忡 忧心什么 沈医师说没有什么假参选真过水 我觉得就是有 因为为什么会真有 因为这不是只是苏前院长个人参选的问题 是他必须跟谢长廷前院长站在一个对立的静和关系上面 所以真假就在这里面形成那个真假 不是说真的假去选 当然有去选 但是真的要去选 还是选 要贏不贏贏 当然学问是在这里 所以沈医师看了两边都还是有问题的 我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跟文家争辩 我倒是覺得說這個場面 就是這個周錫瑋跟吳敦毅 這個場面 因為我們大家 這個旁觀者都懷著鬼胎 用異樣的眼光看兩個人的互動 我們就會說他們兩個人相敬如兵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互動很正常 吳敦毅也不負責下一次 國民黨在台北線 在新北市總統 那個候選人提名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吳敦毅的回答非常好 周錫瑋昨天的回答 是我這幾個月來 聽起來最順耳朵的 最順耳朵 我覺得周錫瑋這個麻煩是怎麼樣 因為他跟我的交情其實也不錯 我盡量不要講他的壞話你知道嗎 那國民黨也要盡量想辦法 讓他順利能夠參選 問題是這個人很奇怪 因為沒那麼久以前 花6千萬去做一個 益金的那個廣告板 那最近又花了4千萬 去做那個便民手冊 因為當大家就是說 你就是要做這個比較不順的 作秀來凸顯你自己用公家的錢 他現在人家越這樣講 他偏偏越非作不可 你想會怎麼樣呢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國民黨最後會如何處理 新北市的候選人 他會照規矩來就初選 黨員也投票 民調也做 然後讓周錫瑋縣長 服服氣氣的就是寫不下去 可是人家的心思到底 這記者很好玩 記者昨天一直在問吳敦麗說 會不會支持縣長去競選 新北市的市長 他說記者簡直是這樣 牛頭不對馬嘴回答說 會力挺對老百姓有利的建設 而且雙方前程都是相敬如兵 所以記者的解讀是這樣子 你沒有要力挺 態度已經很明顯 一直就不挺 是這樣嗎 我是覺得 我跑國民黨的政治新聞那麼久了 我是覺得錯了 確實昨天的互動是有點尷尬的 我們換一個角度想 如果說今天國民黨 他們大概已經 大家這一些府院黨人都知道 新北市未來就是周錫瑋的話 你認為就算吳敦麗不負責提名的位置 他今天不是國民黨的秘書長了 他去到這樣那個場合 而且新莊先生還是提前通車 他非常開心 絕心政績 他不會順便把這樣那個順水原型 做到這個周錫瑋的身上嗎 稱讚他說 你看他為台北縣民服務多好 所以未來的話呢 更可以寄望他 類似這樣的話會不會說出來 我相信一定會 那今天吳敦麗沒有這樣子講 你當然可以去解釋說 第一個他不負責提名的位置了 第二個當初吳敦麗還在 國民黨的秘書長的任內 確實有關於民調的外洩 一直讓周錫瑋認為說可能是吳敦麗 這就有兩個可能 一個可能呢就是因為兩個人 因為上次的民調心理還在 所以昨天的互動有點尷尬 那再一個的話其實就很可能是 即吳敦麗了然於胸 對於新北市這個人選 國民黨可能另有所屬 琵琶別報 其實呢昨天的氣氛 確實相對來說是有點尷尬的 那回過頭來看周錫瑋 我是認為如果說他真的想要力拼 想辦法讓他翻盤 去扭轉整個黨中央的 這個對他的印象的話 我確實認為他這段時間 做的狀況非常不好 反而呢讓選民對他的印象更加糟糕 當時老大講的這個便民手冊 真的是這個樣子啊 我去翻了一下 還特別借來看 哎142頁而已喔 總共46頁都是周錫瑋的照片 你想這個便民是變誰 是變台北線的老百姓 還是變周錫瑋去宣傳他的政績 所以坦白講 類似這樣的一二再再而三 拿了公帑呢去替自己呢 投資抹粉喔 我覺得對周錫瑋來說 他就算本來有可能 重新搬回一城 在這樣的做法上面來講 我坦白講都不夠光明正大 都有點 你這個好歹是 好歹台北縣民的納稅錢 你該用在公募上面的喔 到最後一個 我覺得周錫瑋他在前段時間 不久前呢 去上海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放了一大堆砲 中間講到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如果說他自己 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一個訊息來源的話 他不會這樣講 他說呢他自己很委屈 講到說呢其實五都的人選 在去年就已經暗有主義的人選了 他說呢因為有人想選下下屆的總統 所以五都提前佈局 我想這話講的蠻白的啦 所以這位他知道黨中央在想什麼 所以他現在目前的話 我覺得包括他自己 包括黨中央都唯一一個方向 就是說讓他漂亮下台 只是周錫瑋不要把問題弄得更難看 這現在蠻好玩的 藍兄我插一句 周錫瑋這個講法基本上是不通的 因為如果他指的是那個朱立倫的話 我覺得朱立倫坐過桃園線上夠了 他要選2016的總統 並不需要像那個文家講的說 假產選真過水到新北市 我覺得不需要 所以他的道理是講不通的 所以政壇現在真的蠻熱鬧的 看起來周錫瑋是對著朱立倫開炮對不對 今天呂富看起來是對著蘇貞昌開炮 你在台北線選過對不對 周錫瑋真的沒有機會嗎 特別是對到蘇貞昌 我覺得那是這樣子 我覺得從國民黨的執政的延續來講 他台北線這個戰役 就新北市是輸不起的 他新北市如果輸的話 那就延續著去年的宜蘭縣選輸的效應 就是北台灣的兩個重要的 宜蘭縣輸 對 宜蘭縮了 然後台北線也輸了 然後再加上桃園選舉的結果 是非常接近的 周錫瑋是民進黨在那邊 選過縣長最高票的一次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是不是 都會區也產生了都會效應 所以國民黨是輸不起台北線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國民黨一定要盡早來處理 所謂新北市的候選人的問題 同時他也必須要照顧現任的縣長 跟他的團隊的心情 這樣國民黨才可能獲勝 那否則的話我覺得新北市 有可能民進黨會重緩執政 從政黨的立場上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 是不需要太快的去提出人選 依照現有的提名制度 我們就到3月底之前 我們提出我們的市長的人選就好 在這個之前 都不要去碰人選的問題 在這個之前黨就是碰政策 黨就是提升黨的形象 讓它的形象提升 信任度提升 而人選的問題在這時候 讓其他的媒體去談 而民進黨的黨中央 就要確保著 我就是談未來的十年政綱 做一個有負責任的政綱 我看起來順利上就是二選一 今天包括他的子弟兵 也是現在民進黨 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吳炳哥都出來講了 他最近會趕快去台北縣 台北市訪問這個基層 訪問完之後3月底之前 他就要決定說 台北縣或台北市選一個地方 德川家剛講一句話 杜鵌核實體代之可也 抓杜鵌就掌握天下 所以如果蘇貞昌要下鄉的話 必談總統 等待杜鵌體再抓就好了 但是蘇賽配很重要 蘇賽配我曾經公開建議過 你就直取台北縣市 把台北縣市變個大選區去打 當作首都之戰 今天那個新聞 光光台北市的信義區的稅收 就超過南部八縣市 你看多重要 所以你一起打 可能怕兩個 直下室都拿下來 從昨天吳敦營的態度 非常明顯 吳敦營並沒有公開停 周西偉沒有啊 他還把他切割 事不關己啊 表示黨中央另有人選了嘛 但你看周西偉看出來啊 他不管榮民利啦 不管便民手冊 表示背水一戰嘛 玉碎戰法嘛 當媒體越給他批評 人性這樣子 絕對把你拚得低嘛 玉碎戰法 現在就是好吧 哪怕黨提名 另有人選嘛 或許是朱立倫 或許是哪一個我不知道啦 但是在至少目前周西偉 他說我會不會邊緣化嗎 他把你拚得低嘛 看出這個形式 對民進黨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為什麼說 如果把蘇賽配提早 在五都先下水試水問的話 好 先把北縣市拿下來的話 那對2012再談還有機會的 那我補充一下 我不太同意中縣的講法啦 我同意周縣長現在是 盡力而為背水一戰 但不見得是玉碎啦 我覺得如果他真的初選 輸了以後 他敢選下去嗎 我覺得那時候台北縣 國民黨的各界大佬 一定不容許周縣長 這樣繼續選下去 因為他沒有辦法交代 對啊 我們就看到時候 馬英九跟金曉道什麼都出招了 可是這樣另外有一個大的變數耶 洪偉 如果馬英九 你剛剛就在提的 馬英九如果一直政績都沒有起來 對不對 民調都沒有起來的話 那孫生幹嘛選什麼 台北縣 台北市 那這職工2012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現在蘇前院長 不要有太多的 所謂下鄉那些動作 他現在重要的就是他 人家已經對他的期待 就是你是一個未來的國政 你也曾經擔任過行政院的院長 你是一個國政的 一個這個level的人 你就不需要去跑太多這種 什麼衝衝衝啊 或者是電火球啊 我覺得他現在他就是要 弄出一個國政的藍圖 民進黨現在很多人是在 選務跟黨務 你選務跟黨務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選務黨務你選贏了之後 你就是政務在你的手上 國家的政務在你的手上 所以你需要有一群人 是真的也是在考量政務 所以我覺得今天蘇現在他應當要身旁 形成一個這樣的一個團隊 一個說要退休的人 謝長廷他就去弄一個影子政府 他就弄一個影子政府 不管你有做不做 他的影子政府他就占了很多的便宜 那你現在人家公認你 現在支持度最高 最有可能是未來國家領導人的 你就應當盡快的 去形成你的一個政策的團隊 我覺得這個比他去跑廟宇 所以蘇貞昌也要成立一個影子政府 我覺得紅旗大位 準備隨時要 要去接總統大位 我坦白講啦 不管說這個蘇貞昌打算選2012 或是說他還覺得說 那2016是不是還來得及的話 重點在於說 如果到了這個level的時候 我必須就等到未來 假設真的是馬蘇兩人對決的時候 大家不會去問蘇貞昌的國際觀嗎 我因為到了這個總統的level的時候 其實蘇貞昌在過去談到 民進黨內的所謂天王的時候 中間相對來講 他對於地方事務非常熟 他其實過去來講 除了短暫的行政院長的資歷之外 他是屏東縣跟台北縣啊 那事實上他在整個國家的大方向上面 你比較少聽到他有任何的觸及 還包括國家的願景 所以我確實認為蘇貞昌在這部分 你還不如到國外去取經 你去英國也好 你去美國也好 你去歐洲也好 我覺得都相對來講 事實上適當的 但是回過頭來講 為什麼蘇貞昌不敢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 譬如說剛才這個紅媛不但講說 要提政綱啦 國家政策方向等級的東西 問題在於是我認為包括蘇貞昌 包括謝長廷 包括呂秀蓮都在保溫 你說這個話題叫假議題嗎 我覺得也是啊 2012年兩年多 但問題現在拼命熱場 是只有媒體的錯嗎 如果這個人不回答這個問題 他不去放這些相關的話 其實可能也是天下太平 但為什麼他們願意回應呢 他怕你忘了他嘛 所以蘇貞昌不是到鄉下去 到國外去是不是 這個我不同意啦 我跟那個齊昌的看法 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覺得蘇貞昌跑台北市 跑新北市是對的 為什麼呢 他要跑七成 然後他將來兩者之間選一樣的話 他會說根據我下鄉 參考大家的名義 我覺得選這個比較妥當 對 但是不需要去講 衝衝衝 還是得到這個大可不必 我也不太說 不太同意說他現在就提早 提出他的證件 為什麼 因為初選之前 過早提出你證件的看法 結果你失去的支持者 要遠比你得到的要更多 通常是不表態 是保留一個模糊的空間 因為吉祥我知道 吉祥想要說這個啦 吉祥就不算 你又被人設計 對不對 當然政策是重要的啊 你沒有政策的話 你一個黨的一個走向 你沒有road map 而且我覺得政策的提出 也不是說現在準備就可以提啊 你好歹要準備一段時間嗎 而且還要保溫 今天還有一個重量級的人物 本來是要退出江湖的謝堂庭 他的子弟兵出來講了 如果去參選台中市 跟胡志強對打 這是他的責任 甚至有一個重要的內幕 前陣子謝堂典跟張溫町 前台中市長已經密談了兩個小時 我們要追蹤一下 馬上回來